大家好,我是菲萨拉 今天我继续带着这一对来自美国的年轻夫妇 在多伦多的市区寻找公寓 那我们现在已经接近了搜索的尾声 已经锁定好了多伦多市中心 一个叫Waterfront,水边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相对于多大呀 金融街附近呢,密度会比较低一些 自然环境会比较优美 因为它既靠近Lake Ontario,安大略湖 而且呢,周围也有很多像公园啊,绿地这样的设施 环境会非常的优美 那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看这几套公寓里面的情况 待会儿见 这是我们看到同一个区域同样也是City Place的另外一栋 也来自于Cancor这个开发商 那这一栋呢,一进来感觉到面积是比较大一些 我进门的这个左手边呢,是一个卫生间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面积啊 OK,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可能是洗衣房 对的,果然是洗衣房 接下来呢,是厨房 中间放了一张小桌子 左边是橱柜 右边是这个厨房的空间 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厅 然后左转是卧室的区域 不算大,这个卧室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个9平方米 10平方米的样子吧 有一个双拉门,滑门的衣橱 但这套房产呢,我刚一进来 我不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呢 是说,这个我们是在一个三面环岛的一个群楼中间 所以我们的正前方和我们的右边呢,都是楼 街呢,是离我们挺远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如果是投资的话没所谓了 就是其实投资就只看地点方便就可以 但是资助的话,就是完全没有景观 这个人还是有压抑的感觉 但这套房产的优点是它比较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个蛋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蛋多大 放一张双人床之余 再放这个衣橱都绰绰有余 这是完全有潜能被变成卧室的一个蛋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公寓的情况 装的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地板,我感觉这是laminate 也有可能我错,但我看的应该像laminate 然后这些家电也都不算特别新 但它好处是面积大 今天的房产就看到这里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价格区间和房产内型 欢迎您告诉我 我非常乐意为您实体待看 或远程拍摄视频 下次视频再见,拜拜